别怕 父亲红将拐杖从他手里拿开之后 宽厚的大手握住了他的细臂 向他加油打气 我会一直走在你身边 不会让你摔跤的 相信我 嗯 我也要相信我自己才是 真乖 那现在走几步 好吗 就这样 连着迈了好几步之后 他顿时感觉腿上的疼痛叫 之前最开始那一步减轻了不少 这让他的心里非常的开心 景红 景红你看到了吗 我现在可以走路了 我可以自己走了 没有拐杖我也可以走路了 哈哈 他非常开心的 一把将高兴的手舞 阻挡着他抱起来 在原地连着转了好几个圈圈 他并没有跟他说什么 但他的这个动作 却比任何言语都要有效果的多 这天下午 两个人就一直这样走走停停 然后在歇一歇的状态里头度过 期间 娟姐一直站在旁边看着 时不时送上来点心或者茶水 其实看到他们两人现在好成这样 他心里真的非常开心 因为他一直都觉得 他们俩是真的一对绝配 不管是性格还是别的方面 匹配都非常的成功 当然 他也没有忘记的是 要帮傅锦红记录下这一个让人激动的画面 锦绣栏弯 二楼的书房里 第三遍看完蒋介南 下午开始附近走路的视频之后 陶乐乐真的有些意犹未尽的 想要看上第四遍 他真的看得下去 一旁的老男人可是一点也看不下去了 直接伸手把他手里的iPad给夺走了 然后顺势又将他圈在自己的大腿上 涛涛你已经看了好几遍了 那我也想看啊 承熙之 你是不是就非要跟我作对 你说你不让我这个时候陪着奶奶也就算了 凭什么我想看看视频你还不让我看 你说你现在这样子 你是想怎么着吧你